今天我们来谈一下 什么是传统的个人退休账户 又称为传统的IRA 为了简便期间 下面我们把传统的IRA 简称为IRA IRA是一个针对退休的投资计划 它非常像401K 但是不需要雇主的赞助 任何在美国的人只要你纳税 并且年满不到70岁半 你就可以去银行 证券公司 提供IRA这种服务的机构 去开一个IRA的账户 接下来你就可以往里面存钱 来进行投资了 在大部分情况下 你存入的钱和投资所获得的盈利 无需纳税 但是在未来支取的时候 要感到当时的所得税税率来纳税 IRA对每年的存入款项 有一个限制 2019年 你最多可以存入6000 如果你年满50 或者以上 你可以多存入1000 总计为7000 在款项存入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投资了 这时候你发现 IRA账户有点像你在 证券经纪公司开的 股票买卖账户 你有非常多的投资选项 你可以买股票 基金 债券 定期存款 甚至可以买房地产 这是IRA和CNK计划 相比的一个优势 IRA提供了更多的投资选项 当然在这些投资过程中 产生的盈利都是暂时免税的 在未来支取的时候 按照你当时的收入水平来纳 所得税 IRA是一个退休的投资计划 所以有支取年龄的限制 如果你在59岁半提前支取的话 那么你需要交纳10%的罚金 也有少数的例外 比如你可以用IRA里面的钱支付 符合条件的大学学费 或者使用最多一万元 去买第一栋房子 这些例外可以免去10%的罚金 但是要作为收入来交索特税 传统IRA对存入的款项 是否免税有复杂的规定 如果你是单身单独报税 又参加了401K计划 你的修改后的调整毛收入 修改后的调整毛收入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 如果在64,000美元以内 存入IRA的钱就是免税 如果这个收入高于74,000美元 就不能免税 如果在64,000和74,000之间 就不分免税 对于夫妻联合保税 情况就更复杂了 这就让我们假设 丈夫和妻子 丈夫参加了401K 而妻子没有参加 丈夫存入到自己 传统IRA里面的钱 是不是能免税呢 将取决于 修改后的调整毛收入 如果这个收入低于10万3,000 就可以免税 如果在10万3,000到12万3,000之间 则不分免税 如果大于12万3,000 则不能免税 咱来看妻子 因为妻子没有参加401K 所以修改后的调整毛收入 如果低于19万3,000 则可以免税 在19万3,000和20万3,000之间 则不分免税 如果大于20万3,000 则不能免税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传统IRA的优点和缺点 先来看优点 第一个优点是 它不需要雇主赞助 第二是任何人都可以 开一个传统的IRA账户 第三 IRA提供了非常广泛的 投资选项 第四是 你不需要像401K那样 支付相应的管理费 第五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你可以享受到税收的优惠 我们再来看缺点 第一个缺点是 同401K相比 你每年可存入的金额较少 以2019年为例 你可以存入6,000块 而401K则可以存入19,000块 第二是 如果你提前支取的话 需要交10%的罚金 尽管有少数的例外情况 第三是 如果你同时参加了401K 你存入IRA的钱 是否免税 将取决于你修改后的调整毛收入 最后呢 强调一下 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家庭 拥有IRA账户 这三分之一的家庭里面 70%拥有的是这种传统的IRA 所以呢 要去研究这种投资方式 它可以免税 任何人都可以加入 大部分的人都符合这种免税的条件 不要白白浪费了机会 好 关于传统IRA 我们就讲到这里 再见 请不吝点赞